6點16分 歡迎加入中天晨天氣象戰時間 今天是禮拜天 今天很多觀眾朋友 如果你很早就出本的話 可以感覺到今天天氣明顯變得好冷喔 因為稍早氣象局已經發布了低溫特報 先來看到呢 包括北北基 桃園 新竹縣以及宜蘭縣 今天都是橙色燈號 代表今天會長時間出現10度以下低溫 另外看到的是新竹市苗栗縣台中金門 也是亮起了黃色燈號 也會出現10度以下的低溫 為什麼今天會這麼冷 從衛星雲圖上帶你來看一下 可以看到今天有兩個系統在影響著台灣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 也就是在華南地區 有一個封面逐漸靠近台灣 今天通過台灣了 所以在迎封面部分 包括北部 東北部以及西半部地區 今天一整天都會有明顯的降雨 包括台北市稍早已經降起了大雨了 今天天氣是濕濕冷冷的感覺 另外有一個影響比較劇烈的就是 有寒流逐漸的要靠近台灣當中 而它影響台灣的時間點就是從今天開始 今天是越晚越冷 以台北市為例現在大概是18、19度 但是到了中午可能就降到13、14 而到了入夜之後可能就只有10度左右 不過在中南部地區影響時間比較晚一點 大概是中午過後 今天白天還有20度以上的溫暖的天氣 但是到了入夜之後也可能剩下12、13度 這個日夜溫差就比較大了 而這波寒流預計影響台灣的時間 一影響就是長達4天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這個降水預報 今天稍稍有提到就是封面通過台灣了嘛 所以可以看到今天熱區在哪裡 就是在北部地區也就是台中以北 今天降雨都會很明顯 而這降雨時間會比較長 看到入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換這個東半部地區也開始降雨了 不過這個雨勢就沒有像是今天早上北部這麼大 是比較零星短暫的陣雨 而這個雨一下就要下到今天入夜之後 大概是到了明天清晨 雨勢才會逐漸的趨緩 不過到了明天開始就是轉為這個乾冷的天氣 我們從溫度上面來看一下 今天北部的高溫還有21度 但是低溫已經降到10度了 因為寒流逐漸在影響著台灣 到了明天後天 也就是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上班日 看一下這個低溫 是一路一路的像是溜滑梯一樣往下掉 而最冷時間點就是在禮拜二跟禮拜三 低溫就只有7到8度 這是我們入冬以來第二波的寒流 強度一樣是大家要特別注意特別有感 而要回溫就要到了禮拜四 可是低溫還是只有13度 所以提醒家中有心血管疾病的年長者 一定要特別注意接下來幾天的保暖工作 圍巾一定要帶上 另外在中南部這個低溫一樣相當有感 來看一下今天高溫雖然到了27度 但是低溫只有12度 這個日夜溫差就相差了15度 非常的大 所以要注意保暖 再來一路也是像是溜滑梯一樣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低溫看一下最低 一樣只有8度 雖然說高溫都有20度以上 但是時間都比較短暫 大部分期間還是十幾度的低溫 而一樣是到了禮拜四 這個溫度才會逐漸的慢慢的回升 而最後這個氣象便利貼提醒大家 寒流即將要影響台灣了 所以今天天氣 時間越晚 天氣就會越來越冷 再來今天全台有雨外出 記得要帶傘 再來金馬地區要注意局部物 另外最後要提醒的是 因為今天整體環境風場改東北風 所以在北部海岸上面 也是特別有這個強風特爆 有這個船上船隻作業要特別提醒您 以上是今天的氣象資訊提供給您